剛剛這個情況 因為弟兄身體有病 所以很容易不開心 他就說我現在心情好很多 有信心 但怕回家又沒有信心 我就想回應 這個情況我應用藥室的情況 你有心理準備 今晚可能會辛苦些 那麼辛苦些就預料了 可能那時候會怕著 不可以了又會擔心 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又如何呢 奇定土 耶穌說我不要讓步 因為我讓步又會擔心 擔心呢 以生理學來說 擔心 身體荷爾蒙又不正常 身體運動又不正常 然後就會害怕 身體又會有反應 所以呢 你就已經遇到可能會有些情況 你就一路讚美神 然後一留意到 咦? 開始發作了 開始有些不好的感覺 一路讚美神 耶穌一定幫我的 忌實放在記憶裡面 今天你來到祈禱的舒服 我自己都是 我經常記住神做過的事情 我記住 今次做了 下次都會做 所以我就說 你有預防的心 還有相信耶穌是愛著你 耶穌想幫你 不是拍電話 先 這個是用藥物的方法 你可以的 但是呢 我所說給你聽 這個是熟靈上的預備 熟靈上的預備 那你有沒有信心 今晚有熟靈上的預備 聽不到 一定會跟你的幫忙 聽不到 一定會跟你的幫忙 好的 那你有信心 太太又幫助他 扶持他 加力量給他 那這個就是打仗了 一起打仗 你知道你現在要打仗 為什麼呢 魔鬼就很想你拖下你 我就說 我不輸給他 我一定不輸給他 剛剛 有些大家 大家可能有些看過奧運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運動 做運動的人 有一個人知道的 是一定要在你累的時候 都要盡力 所有運動都是這樣的 其實你見他跑得很爽 其實他跑到那時候 那些氣已經好像沒有了 但是他一定要盡最後一口的力量 那如果你看那些球賽 如果你有看羽毛球 中國隊跟別人打 哇 真的 又輸又贏回 一贏又輸回 是很盡力 一下 哇 的那麼多分別就很大 我們跟魔鬼打仗都一樣 他是不斷想要佔上風 但是我有信心 堅持 不怕輸的 堅持 一定可以向前去的 那你就可以贏到他 那因為我自己都是打球的人 我們以前輸過 我試過五盤 我輸了兩盤 第三盤輸著 我居然可以追回五盤 這個呢 就是鬥志 這個都會幫到我們做人 那你就是 既然我今天得到得勝 今晚都可以得勝 一路祈禱 一路讚美耶穌 你今晚如果有改善呢 例如這樣 平時呢 低沉很多 咦 今天好一些 即是欣賞自己 太太欣賞自己 哇 你今天 厲害很多 進步很多 感謝主 這就是正面的方法 幫你面對困難 就不要等到打低了 哎呀 又失敗了 而是呢 今天有進步 立即感謝神 好 求主保守你 啊 來吧 行不行 用這個方法 向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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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